哈喽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先检查一下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学高老师可能在忙啊 同学们 那来同学们我们来开始上课了 没有问题同学扣个一 我们今天呢来回顾一下之前综合案例 然后呢再来回顾一下达芬奇之后 我们再来改作业啊 我们先来回顾吃点 又到了我们最熟悉的A1 现在这个作业如果让同学们独立完成啊 稍等一下我打开了一下 有一点点卡 现在这个作业如果让同学们独立来完成 你们能够完成了吗 待会就让你们来教我做好吧 还没做啊 马晓尔同学 马晓尔班长 得做的 好 我们把这个素材放进来 第一个素材应该是这个对吧 我帮你做 那你首先先自己做一遍啊 然后我帮你做 我把它给重置一下 好嘞 好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同学们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第一步 这个摄像机现在啊 现在什么在 什么在运动 什么没有在运动 啊 同学们说跟踪 那跟踪什么呢 是用摄像机呢 还是运动 首先要去区分开来啊 对这个画面是摄像机在运动 但是里面的物体没有在运动 所以我们要跟踪摄像机 那有同学说我这里跟踪摄像机会跟不上 那我教你们一个快的方式 你打个一合成啊 打个一合成 打完之后呢 你再去跟踪摄像机 一样的啊 好 让他分析一下 迟到啊 没迟到 刚开始呢 同学们认真听了 还剩6秒钟 稍微等一下 OK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分析完了呀 啊 我们加大这个跟踪点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原视频跟踪的不理想 你就可以打一个愈合成 这样子会比较 不会出错一点啊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有同学说我这个文字啊 会乱跑 他跟不上这个画面 我们要注意的哪两个前提 我先看看你们 如果我这个文字 跟不上我这个画面 那么他一定是有哪两个点 没有注意到 第一个是什么 啊 我已经帮两个同学远程过了 说这个文字 为什么一直跟不上 有两个原因 同学们 你们说一下 啊 都思考起来 第一个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是根本原因 啊 那我告诉你们吧 第一个原因是 首先我们要在哪一个平面上 你的点啊 你的四个点 一定要在一个平面 比如说你看到我放大啊 我放大 对 没有选对跟踪点啊 你看我放大 这是不是一个平面啊 这是一个海平面 对不对 啊 因为这个有点高 它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斜坡的海平面 那你可以是这样子 选择上面的四个点 啊 选择上面的四个点 这是一个海平面 你不要说 我在这里面选择几个点 这样的几个点啊 不太切合实际 其实这个点也是可以的 它也类似于海平面 但是啊 我们有个重点就是 同学们会犯错的 就是比如说 哎 这个明显是啊 高度在上面一点的 这个呢 是在第一点的 你如果是这样去选择 他这个面就是这样斜上来的 懂吗 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选最选对这个跟踪点啊 我们一定要去选择同一个面上的 这个面是我们要去做的这个面 右键 创建文本和摄像机 然后这时候啊 有同学这个文本啊 你看我的跟踪点 在这个文本的平面上的 那有的同学这个跟踪点 它会掉在下面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你跟不上的原因 你这时候要做什么操作呢 你选择它 Country Alt加Home键 把它居住锚点 这是你第二步需要做的 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打文字 引试后期 然后我们缩小一下 缩小一下 旋转一下 啊 我们去旋转这个吧 这样子旋转 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位置信息 啊 位置信息再往它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 OK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差不多就跟上了啊 对吧 所以同学们 这个要注意哪两个点 我刚才说过的 你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要注意哪两个点 第一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来同学们说一下 对 第一点 你的跟踪点 一定要选在一个平面上的 海平面就是海平面 那么你如果要选择这个面 你就选择这一个角度的四个点 啊 不要说 不要说现在我们 我们去选择什么 这个高度的点和这个平面的点 这两个是一个斜坡啊 并不是一个平面 第二个是什么 不是说锚点居中 如果同学们 你们明显发现啊 我现在这个图层在这里 但是你的锚点在上面 那你一定是跟不上的 因为他所有的运动是根据锚点去对的 你需要把你的锚点居中 放到该有的这个位置 该有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选择我这样的方式 Country Alt加上Home键 居中锚点 那他一定是在 这一个水平面的 在这个字的水平面 啊 这是两个问题 OK 那第一步我们做好了 对不对 啊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然后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选择他 啊 我们来选择 比如说一个 两个 这两个不好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啊 这六个 我们接下来怎么跟我们的点线面 例子一起去驱动 一起去搭配 要用到哪个知识点了 你们说一下 同学们 这个用到哪个知识点 也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啊 新建一个点线面 点加光束 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让他跟实景一起去搭配呢 点线面 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个点线面 效果啊 打开点线面插件 他在这里 OK 打开这个点线面插件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里面哪一个 哪一个图层是能够去跟我们实景呢 去搭配的 去驱动的 对空白 对不对 我们的layers里面 我们的layers里面 有一个叫做对象类型 第一个是灯光 第二个是三立图层 叫做空白 空对象 那我们去选择我们的点 选择我们的点 随便选几个好了 右键 创建什么 是创建空白呢 还是八个空白 这个你们得区分开来 八个空白 对吧 好 这八个空白 我们都给他取名为A好了 好不好 A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把这个图层名字始于啊 刚才你都说这里用不了的 点一下这个 你在左边会发现有这个框出来 你把它取名为A 点个OK 好 那么他就被我们A给驱动了 然后这时候啊 同学们 为什么我这里看不到例子啊 为什么 应该是驱动了 但是我仍然看不到例子 为什么 点还没有加大啊 非常好 因为这个点啊 我们没看到 太小了 我们把它的point 这个点放大 你看都有了 对不对 那它的颜色是跟随着我们这里的空对象五颜六色的 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的白色 怎么做 现在我们空对象是五颜六色的 同学们 怎么样变成白色啊 哪个参数哪个参数哪个参数啊 从顶点汇取颜色把它给关掉 对不对 好 只让它保留我们的一个白色变小ok好 那这时候做完之后呢 我们添加一个光束 为什么我用光束而不用线呢 来你们说一下这个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用的是光束而不是用这个line这个线 同学们啊 自己动起来我们的这个小脑袋 今天的作业主要是你们带我来做啊 对 线太多了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圆片 它是一条头尾相接是吧 一条接一条 它不是这样子随便连的 所以我们这里用这个beams 用光束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去给它厚度也不用加大了啊 我们只需要去怎么做 把颜色改一下呀 一样的 从顶点汇取颜色改一下 那这根线就出来了啊 我上次可以觉得再细一点 然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时间的动画 这样一过来的时候 最小 然后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点线面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好 到这里之后啊 同学们 我们去给它打一个组好了啊 把它变成组一 把这个point也变成组一 把这个beams也变成组一 然后我们空白处点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 进处的这一块为组一 为什么要打组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去让远处的也有这么一个组 所以我们继续添加啊 添加lis 这个lis2呢 也是3d图层 把它取名叫做b 叫做b 然后呢 我们去远处添加这个b的这个跟踪点啊 比如说按住contra键 把它都选中 这样子吧 多选几个 上面也被点了 像这个吧 右键 创建十个空白啊 我们把这个空白取名为b 这个啊 只能首都一个个改 不能批量去改 ok 那我们改为b之后呢 我们去把它这里的点再加大一点吧 我们再添加一个什么点的渲染 point point渲染 把它变大一点 可以看到远处的点是不是出现了呀 那当然这里进处的点也出现了 所以我们待会需要去做什么 只对组二有关系啊 只对我们的组二有关系 那就是分开来的两个组 啊我们在组二里面改 我们把它的颜色呢 取消掉 大小改小啊 再添加我们的光束 这个光束呢 也是只针对于我们组二的 然后给它做一个远处的这个线 可以稍微粗一点 八 八啊 八差不多吧 五也可以 差不多五 把颜色给关掉 然后在远处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动画 进处的时候呢 进处先生长了 然后远处的时候 远处这个大概这个时间段 可以让它开始生长 临到我们的这个啊 开始生长 然后远处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来的这个作业的视频 它还有一个三角面 它还有一个三角面 看到没有 它在很远的地方会有几个三角面 这个三角面呢 只针对于组二的 对不对 那我们去添加这个三角面 然后呢 给它只针对于我们的组二 呃 现在啊 仅一个组 组二啊 我们把它改成仅一个组点就可以了 只让它有一个组点 只针对于组二远处的 然后我们把最大距离开大 你看它这里其实蛮大的啊 再开大一点 这样子吧 我们这个就随机了 然后从顶点回去颜色给它关掉 但这个三角面一直存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稍微做一下 这个K真的动画 啊 在远处的 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把它改为零 没有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慢慢的 它的三角面就特别多了 开始长起来了 啊 等到这个差不多吧 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能明白吗 同学们 来这个能够跟上同学 扣一个二 啊 这个动画能够 跟上同学扣一个二 总结一下的知识点是什么呀 就是近处为组一啊 远处呢 为组二 然后我们的三角面 是只有组二有的 那么就给组二去加上这个效果 仅一个组顶点 把它变成组二 然后三角面去K一个最大距离的针 让它一开始没有出现三角面 后来才出现啊 这个就是一个补充的知识 好嘞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视频现在学会之后啊 我们如果来调色会怎么调啊 我们来看一下 要点颜色玩一下啊 我加了两个吗 首先 对比度拉一点点 让它好看一点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色温 色温往靠 冷的靠好了啊 我们在海边 一般冷的好看一点 用达芬奇调呢 这个镜头 我们是不是先要导入达芬奇 调好之后再导入AE啊 这样有点麻烦啊 我们就在这里调了 然后饱和度适当的来加一点 OK 来 你看 没有调色的调完颜色之后的 对不对 这是调色之前的 这个比较还原于当时场景 这个是有点日系的感觉啊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想要调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也可以把它拉回来 这个色温 都可以啊 它这个作业的素材是有点偏冷的 好 那我们这个作业就怕死了啊 过了 同学们 我们就来看下一个 稍等一下 我把下一个镜头导入进来啊 这个镜头 这些呢 放到我们的合成里面 同学们如果担心啊 他做不了我们一样的 先去给他打一个愈合成啊 选择第一个也好 选择第二个也好都可以的 然后呢 再给他去做一个跟踪什么 同学们 这个我们需要跟踪什么呀 我们需要现在需要用到的他几个点 所以我们要跟踪什么 跟踪摄像机啊 选择他 跟踪摄像机 好 我们分析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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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稍微等一下啊 然后呢 现在所有的跟踪点出来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来着 同学们 我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做什么 来 同学们回答一下啊 这个今天的 今天这个作业 我是肯定会了 我是让你们来带我学啊 ok 好 那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来 同学们 哎 作业啊 这个效果 怎么样把高处的去落到我们下面的这个效果 同学们 怎么去做 来 同学们都回答起来啊 那不然的话我点名了 我们的马晓尔班长这个会做吗 还在不在 然后我们的这个 兔兔同学啊 为什么不吃兔兔同学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知识点 其实空白 你们空对象应该都会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 你们不会 我觉得是有点难点啊 倒也不说不会 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多选几个点吧 啊 我们多选几个 啊 上次选的挺少的 多选几个 右键 创建18个空白和摄像机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一步什么操作 同学们 我们需要去让他为什么 然后他们为什么 啊 我都提示到这个了 一个a一堆b对不对 好 它是手啊 它是头 那我们把它变成a 啊 同学们不要去死尽一辈说 这是一堆a或者一堆b 你们要去理解它的原理 为什么我需要去做到它是一个a 它是一堆b 因为你们需要把这个效果用到其他的镜头 你们也仍然会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给你们一个地图的 这个比如说是北京 然后呢 从北京发货 可以发到武汉 可以发到杭州 可以发到广东 各种地方都可以发 那它应该是什么角色 他应该是什么角色 同学们啊 有同学说点灯光驱动吗 这里都已经用了空对象了 怎么还会用点呢 如果啊 因为待会用到灯光 我们这里只用空对象啊 我们只用了空白 灯光好像不在这里用吧 同学们啊 打个比方 现在比如这个不是我们一张这个城市的图了 是一张地图了 地图里面这是北京的位置 然后这比如说广东 武汉 长沙 湖州等等的 它怎么样也是让这种光束 从这里这样驱动过去 那它代表的是什么角色 它是什么角色 同学们 它应该是B还是A啊 B还是A 你们说一下 它是不是A啊 这个如果它是B的话 那其他都是A 你能明白吗 你们要懂得这个原理 为什么我要把它取名A 对它是大佬啊 北京是大佬 这样子可以理解为 不一定说是A和B之分啊 所以我提那个问题也是有点 就是有点奇怪 但是呃 你们要懂得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我现在是从一个地方往其他地方一起发射 那么其他的应该都算一样的啊 我已经看到了同学把这个作业啊 用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跑步的操场的场景啊等等的 非常好啊 你们不能说只会做这个作业 你们得会这个知识点 然后把它去拿做其他的这个 地方去运用 那不就是 应该就最后达到的效果吗 啊 现在一个A 然后呢其他是B 啊 这个也没有父子级关系啊 其一个是A 一个是B 然后接下来我需要做一步什么操作啊 同学们啊 我现在创建点线面例子啊 我现在创建点线面例子 然后我给他加上去啊 但是我需要怎么做呢 来 你们说一下啊 今天主要是靠你们去发挥想呃 发挥你们的小脑袋智慧 然后来教我啊 我是不会 我今天失忆了 我不会做这个作业了 首先我们要添加什么啊 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如果粒子去做一个真实合成的包装 一定都是怎么样把粒子先去做到一个驱动到真实画面 让它产生 先去搭配它产生我们的粒子 第二个才是去做什么呀 第一个一定是产生粒子 在这个画面中 第二个才是做粒子的形态 粒子怎么样做的好看点 第三个呢 就是一些啊 比如说搭配粒子之间的搭配 动力学啊等等的 来同学们回答一下 现在我这个点线面 我怎么样去利用到我的粒子去和我们画面中刚才新建的这些东西去一起啊 驱动起来 要用到哪个知识点 一定要教同学知道吗 我很喜欢同学 是不是我们的Lios Lios 他用到这个3D图层 是不是有个空对象就可以驱动了呀 还有同学说 马前儿班长一定没有好听啊 还说在灯光 我们这 我们在这里没有去新建灯光啊 我们在场上面 你可以看到啊 同学们 可能还是没有理解真正的一个意思 我们的Lios 我们的Lios 是不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灯光 一种是3D图层里面的空对象 那你啊 那你们如果以后做的时候呀 二选一能明白吗 马前儿班长说不会 那今天必须要把你教会啊 我们是不是如果以后去做一些什么实景合成 你要用到这个粒子去驱动呢 你要用到粒子驱动呢 要么去新建一个灯光 要么去新建一个3D图层 你必须去二选一 那在场上的时候啊 你如果是摄像机去跟踪了 这个叫做空对象 清建灯光 我们待会会教你们 怎么样去灯光再去驱动 所以同学们 一般如果你用摄像机去跟踪这个摄像机啊 一定是用我们的空对象 3D图层 noise 然后呢 去选择这个空对象 把它变成A好了啊 把它变成A OK 把它这个粒子变大一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个粒子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把颜色取消掉啊 零啊 改成一吧 改成一 这样子吧 然后呢 啊 我们现在这一步做完之后啊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layers 这个layers2呢 我们去也是3D图层 给它变成我们的B 变成我们的B啊 然后现在这个点开大给你们看 你看 是不是都被驱动了呀 一个是A 然后一群是B 好 到这一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layers1变成群组1 layers2变成群组2 把它给点一下空白这里 然后再点一下这边 它就自动打好组了 OK 那同学们 我现在帮你们已经分组好了啊 这是A 这是B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需要添加什么 把它去这样连线连起来 连线连起来 这个是线呢 还是光束 来同学们说一下 欧门委员会同学说 好多课扔掉了 那抓紧现在在答一课的时候认真听啊 对 是我们的光束啊 不是我们的线 有个同学说光线 我说是线还是树啊 你说光 我说是线还是光束 你跟我说用光线 挺可以的 可以啊 这个答案非常就是两个都那个 对我们的beams啊 马小同学总能完美的错开我们正确答案 对我们的这个光束beams 但是现在beams是这样连接的 为什么 而不是这样连接的 来 你们说一下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说我们从A连接到B 而是这样首尾相连接 是哪个参数需要去调整呀 同学吗 我看一下多少同学啊 说对了 还对 我们的钢琴商同学都回答光线啊 改成什么对象 是不是啊 把对象改为主啊 好 那现在就有一个主一和主二的一个区别了 颜色呢 我们把它给关掉 然后现在为什么是什么呀 为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直线 而不是一个弯曲的 怎么办呢 同学们 为什么不是弯曲的是一条直线的 怎么样变成弯曲的 啊 同学们对于这个懂的知识点还是会喜欢比较什么 啊 互动的啊 积极互动 刚才可能确实是有些问题不懂 好 我们把这个line type对变成贝塞尔第二个 然后他现在是往里面熬的 我们现在往外 往外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 start啊 开成这个样子 负的 然后呢 把这个and也减少啊 这样子来 这样差不多了 对不对 去修改这个start和and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的开始和结束的弯曲角度 啊 把它改一下 啊 等于说蜘蛛网啊 确实有点像 ok 然后呢 你们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贝塞尔points 开大一点啊 你如果开小的话就没有了 你看 开小的话它就没了 开小它就会变成一个颗点啊 你们要开大一点 这样子 发我消息 呃 应该不是在跟我说吧啊 我们委员会同学 我也跟我再说呢 好嘞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去选择一下这个时间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k帧啊 时间啊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把它这样k帧 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生长出来了呀 哎 大样的同学们 这个啊 这个空对线的位置只是当时候 当时啊 我们去选择了这个点 我们其实约就是自己去可以去手动去改这里的空对向的点的啊 这个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手动改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 我想让他在这个高楼这里我们可以去手动改的 哎 啊 改这个点 啊 这样子 啊 都是可以手动改的 这个问题不大啊 啊 那这个做完之后同学们 我们要把这个图标也放进来了 这个mark mark的图标啊 mark的图标呢 我们现在放一下吧 选择mark 选择第一针啊 然后呢 点开这个png序列 它就会形成一段序列 现在我放进来 我放到b上面好了啊 b上面 开启三位图层 然后同学们 我要做一步什么操作呀 去对位置 现在我需要把它跟每个空对向的位置去对齐 难道我要手动移过去吗 把我把上面点线片这个点给更小一点 现在这个点都穿帮了 太大了啊 直接把它变成零 同学们需要做什么操作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帧序列帧 最不什么操作去这样去对齐到这个位置 难道我要手动的去这样对吗 对按住啊 你的shift键不自己连接 就对好了 记住了一定要按住你的shift键 然后 调整这个缩放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出来的时候才出现啊 我们往后移一下 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好 那我们再复制一下 移到这个上面 把它给继续啊 复自己连接移到这里 然后呢 再去缩小 刚才这边是22 你们看一下大小 为什么我不让它两个数字一样啊 近大远小三维的感觉呢 明白吧 如果远处的小 你这里跟它一样小的话 你会看起来 我看一下 啊 你看 看起来就没有一个近大远小的感觉了 稍微适道呢 给它稍微 递增一点的关系 比如说这里是22 那你这里给它个30看一下 30啊 再去复制 放到这个币上面 再去复自己和我们的shift键连住 在这里啊 它是30的话 你给它来个35 肯定是进出要大一点的 这都是一些细节的地方 你们以后做项目的时候也好 都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改成38 啊 你看这一圈应该都是一个平面的 那都可以是38啊 30哎 不会被我删掉了吧 啊 我们把这个 38 ok 啊 到这里 38 啊 那我们就这个 这次就做完整一点啊 啊 因为有时间 不止38 这个都大一点 这个可以再大一点 这个可以再大一点 这样子吧 最近的嘛 这个38 啊 38可能太小了 这样子吧 差不多 啊 然后按住shift键啊 再去给它 那 稍等一下 喝个水 这个36 这个36 因为要开始圆起来了 32 30 30 啊 终于快结束了 28 28 28 啊 远处的就最小一点 啊 远处的就最小一点 22 22 Shift按住啊 20 再说不得按住啊 18 18 ok 啊 那这个不就做完了吗 然后啊 同学们啊 啊 我们这个工程这样看起来会有点乱 我们就要去整理一下了 不然以后你们去做项目的时候 这里的图层肯定不是不是只有这么几层的 肯定是七八十层左右啊 那也看你的画面要求高不高 我们把这个稍微一个个关掉 A B B B啊 这里几个你都可以去给它隐藏掉 那给它开启这个隐藏掉 啊 隐藏掉 我以为我又把表情点掉了啊 ok 好的 这个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 你想把它们隐藏掉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反正不是很重要隐藏了 那画面现在就干净了啊 然后这一步做完之后同学们 我们就要来做接下来的往上面飘的这个动画了 这个动画有个想法 做过一遍了应该没问题吧 啊 我先问你们吧 来同学们 这个跟上的同学扣一个二 能不能跟上 马晓尔班长这个能跟上了吗 我又强调了一遍啊 有认真听了吗 对 今天呢是回顾之前的知识点和作作业啊 ok 马晓尔同学扣二了 那我就放心了啊 因为创建的空白太多了是吧 没来晚 今天我们再回顾之前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做一下这个作业 ok 好 那这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当的调一下颜色啊 既然既然做作业的话 我们就做的稍微好一点 把颜色的先加上去 然后呢 对比度拉一下啊 对不度已经很暗了 不要拉太多 然后我们的色温可以冷一点 饱和度来一点啊 这种感觉就有了是不是 好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继续啊 我们做上面往上飘的这个动画了 飘的这个动画 也是一样的 首先 这里是有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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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让你们来做的话 你们是不是要纯色涂层 往上面做好几条啊 那什么用什么办法呀 刚才同学已经说了 这个用我们的什么例子 首先你们要去知道 我们学了三种例子 第一个是p例子 第二个是foam例子 第三个是点线面例子 那像这个首先排除点线面例子 肯定不是点线面 那接下来两个 接下来两个呢 我们要做到这种一条一条的 往上面在飘的这个例 肯定是p例子了对不对 我看到一定要小同学回答p例子啊 对 好 那我们新建一个p例子 好 给大家加上去p例子 你看到没有 我现在啊做好的这个方向 是往上的啊 是朝着我们散开的啊 看到没有 我给你们读写一下 朝着我们散开的 那怎么做呢 我很喜欢一定要校的同学 因为只有一定要校的同学 因为只有一定要校的同学 在配合我啊 其他同学好像都不是很想互动 一定要校的同学 其实我觉得他知识点掌握得很好啊 马小二同学 马小二班长 我其实挺照顾了 我知识点 我们其实都要学会啊 吃醋的话行 那我到时候去找一下那个清风老师 手把手教你好吧 对我们在这里是不是 首先啊 不要往这边散开 我们去让他往上走 往上走的话 在哪个知识点啊 同学们 哪个知识点 啊对这 这位kore同学是刚来嘛 之前的时候 你不是没来吗 那就没有回应啊 那我就以后叫你k同学了 好吧 k同学呢 这个地方 如果啊 我们要把它往上飘 我刚才看到了 有同学已经回答了 一定要向同学回答说 这两个例 对是不是在我们的物理学啊 啊现在同学们都积极的回答起来了 那我们在这个物理学这里重力 是不是可以让他往上呀 啊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啊这个往上太多了 啊负150我们看一下稍微小一点 啊这个差不多 不150 然后呢我们这个方向已经做对了 但是 我们现在让他是这样一条线上去的 不是这样子 哎往外散开的 这样子 是改你个参数啊同学们 现在是不是这是一个点啊 非常好非常好啊 图图就说的 把粒子的速度变成零啊 同学们 是不是我们的速度变成零啊 发射器这里 把速度变成零之后啊 其实他还是会有一点 我们要把这个速度 从运动中所得到的速度 这个叫做惯性啊 把它也变成零 好那现在就是一条直线了啊 你看一条直线了 来同学们到这一步能跟上同学扣个一啊 像什么天和一哥同学 蓝水一同学等等的啊 都是新同学 你们能跟上吗 能理解为什么老是把速度变成零吗 是因为我让速度没有自己的想法了 本来速度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往左边跑 我想往右边跑 我现在不让他这样跑 我现在让他直往上跑 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改为零啊 好然后呢 怎么样让他有这么多一条一条 难不成我让这个P粒子我去复制 复制发射器位置放到左边 复制发射器位置放到左边吗 啊 当然是有个更快捷的方式啊 在粒子这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条纹啊 条纹 对 把它变成条纹之后你会发现哎 好像有感觉了 那我们把粒子大小稍微开大一点啊 开大之后 我们再去调下面的一个条纹的值 把它的条纹大小改细 也就是什么呀 整体变粗 但是呢 每一条变细 把这个变成六条吧 啊 变细一点 ok这样子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是一个点一个点啊 我想让它变成一条线 就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粒子数量不够多对吧 ok的k同学知道了 我们是不是把发射器的粒子数量变大一点 变多一点啊 嗯 稍微少一点吧 在电脑卡住了啊 变成四千 哎 四百差不多了 感觉四百就是一个点了啊 四百吧 然后我们这个粒子生命器给它开大一点 我们合成大概是16秒 啊 改成16秒吧 ok 他现在往上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参数还可以再调一下 现在这里有个随机种子 条纹的随机种子 然后条纹的粗细 可以再改细一点 这样子吧 十 好 差不多了啊 这个感觉 然后呢 我们让它一开始就有 而不是从无到有 怎么做 同学们 一开始就有 而不是从无到有 进度条 哎 时间上的进度条 把它往前面移啊 同学们 往前面移啊 那么他就会一开始就出现了 那这个形态我们就做好了 然后呢 把它这个发射器 啊 移过来一点 发射器移到这里吧 OK 好把它取名一下 变成霹雳子 中啊 啊 啊 对啊 同学们说的 可以同学说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移到左边 整个画面的左边找个位置好看点的 啊 同学们 这个一定要像同学感觉啊 已经掌握得很熟练了 但是 这个不是让你们去记步骤啊 同学们 千万不要死尽一倍这个步骤 你要学会怎么去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商就是我们的实拍画面上面这个画面你会了但是其他画面能确保也会吗这个是你们要反省思考的啊 对这个是要反省去思考的一定要去掌握这个指示点 对 而不说只只会用在这个地方那肯定不行啊 放在这里吧随便放一个 好 现在这个感觉还可以 对吧 然后 我们需要去做什么了 需要做这边的A啊 这个A 这个A了 去给大家复制一层吧 这个中间先复制啊 中间复制一层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粒子数量首先减少一点 变成一变成50个吧 50个先 先变成50个啊 好 粒子现在不是条文了 他是精灵了 我把其他关掉 只读现这个 他是精灵了 那需要精灵的合成了 精灵合成要满足什么条件啊 同学们 说一下 来你们说一下 我如果现在是精灵 需要满足哪两个条件 100乘100啊 对 可以同学说的啊 100乘以100 帧数呢 是指我们现在有几个元素 就是有几帧啊 好确定 有同学说用预设的精灵啊 那你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啊 同学们知道这个 原理 那就满足一下同学们说的 预设的精灵 我们来找一下 预设 选什么呢 选哪个呢 好 好 我们现在来选这个这个箭头吧 好吧 这个箭头还挺好看的 这个也可以 我们选箭头的 OK 好 现在这个箭头 我已经把我们的发射器的 例子每秒已经变少了 还是太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 例子呢 每个大小 首先把它改小一点 改成 10看一下 10你看也还不是很好啊 大小改成5啊 5差不多了 这个箭头好像有点 不是很好看 我们再换一个吧 有没有那种只有啊 这个吧 这个箭头好看一点 OK 然后 我们再把它的这个粒子发射器 有些新的吗 没事我们用这个箭头吧 好吧 我们把它稍微数量改少一点 25看一下 好我们这样看一下 那这个感觉还不错啊 嗯 我读写吧 这个把它变成p粒子精灵中啊 精灵中 OK 我放一下 这个上去的速度太慢了啊 我们把这个向上的分离再开大一点 找到物理学 然后呢 我们的重力再开大一点 对 -300 还是有点慢啊 啊 它的重力可能会有点慢 那我们把它改为零 我们用这个分力 -20 看一下 好像分力也不是很好 那还是用这个重力吧 我们把时间因素改为两 改为二啊 200打标 200也打得了 200乘200可以啊 啊 那就这样子 往上 它好像这个时间因素还是再快一点 4 那再快一点 啊 4感觉差不多啊 同学们 这个时间因素4差不多 因为我这个离开的有点小啊 这样的感觉还可以 看前面缓存好的啊 这个速度可能再快一点5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同学们 物理学时间因素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我们看电视剧的一个背锁 现在开大之后你看特别快了啊 非常好了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这个精灵呢 在左边啊精灵中精灵左啊 把这个精灵左给他移过去啊 移到我们该有的这个位置 改精灵用星星啊 OK的 这个我就 说等一下啊 我就不再细改了 你要改的话 我们用这个改吧 我们让他三个都不一样啊 例子 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啊 你的意思用注意星星对吧 也行啊 那有的是星星 有的是箭头就可以了 啊 到这一步啊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个到他的右边 清灵15 可以的啊 还是挺有创业的 什么有创业就可以 这个都无所谓啊 啊 啊我们这个右边他整体的 等一下 让他往这里来 好然后同学们说的这个前面啊 他明显一点后面他不要这么明显啊 那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们后面背景呢 透明度降一点 啊 这个例子也让他降一点 降太低了啊 稍微降一点 ok 好 这个中 这个精灵中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例子 这个刚才是不是选择精灵有点 你看 他每次啊 你只要是这边的选择精灵 他只能二选一 同学们 记住了 你用了一个 他三个都得一样 他不能三个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看你们 你看我用了中间的时候 他旁边就没有了 因为我是复制过去的 你们要不是复制的话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啊 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这个镜头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同学 扣一个二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效果 基本的做出来了啊 虽然我这边选的点有点丑 他点歪 我应该这样选出去 选到这里 有一条光束是不是没有坐标 什么意思啊 他你看他两个光束啊 都是没有心心的这里 因为我的精灵是复制过去的 啊 我除非自己去手动创建心灵啊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吧 我们去灌个水 我们休息十分钟 今天好像猫和老鼠是看完了 被你们 我们来看其他的吧 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 还没吗 第五条没有吗 出小夏东西说的 嗯 第五条 啊 待会看一下 四十几以后没有看 主要是我之前是跟你们跳着看的 啊 可以那我们就看四十 这个待会看好吧 我们先暂停一下 来 准备好 这些扣个一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知识点了 来准备好 这个扣个一 ok 好 现在啊 其他的我们的一些内容啊都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要看这个中间的这个画面了 那我们去看啊 我们看中间这个镜头了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圆圈的对吧 啊 在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圆圈 这个圆圈来你们说一下怎么做 这是我们之前清风老师教的形状 基本形状图层了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啊 现在 首先第一步新建一个形状图层 对 ok 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画面 是这样子的 ok是这样子的 外边呢 是一些线段 中间呢 是一个点 这怎么做啊 同学们 我们先来做外面的线段啊 新建一个形状图层 取名为圆 好 有同学说开起三维 那我们先开起来 那这个开起来之后呢 先新建一个什么 椭圆 再新建一个描边 好 在这个描边这里呢 会有虚线对不对 加一个虚线 啊 这个就做出来了 然后我给他来个旋转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我们把它大小说放一下 这样子 ok 啊 这么高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占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 啊 这样子吧 好 这个外面的虚线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呀 外面的虚线 然后我们怎么样做里面的点啊 同学们 描边啊 把它打一个组啊 叫做我们的外圈虚线 甚至可以再大一点啊 这样子吧 这我调的是缩发啊 你也可以调里面的 你也可以调里面的这个变换 或者是外圈土圆路径这边的这个大小 你也可以调看你们自己的一个感觉来就行了 再复制一个是吧 好 CountryD复制一个 这个呢 把它取名为啊 按下回车 内部虚点 内圈虚线虚点 那这个虚点怎么做呀 首先我们去路径里面把它变小一点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点 而不是一个一个线 怎么做啊 来同学们说一下 怎么做 改成这个源头端点对吧 好 改成源头端点 但是它仍然是根线啊 所以刚才同学已经说了 一定要小同学这个啊 非常好 把我们的虚线这里 你点开来一个是虚线 一个是偏移啊 你再点一下这个加号 会有什么呀 会有间隙 你把间隙开大 啊 开大 开小吧 开小 二 二不行的话 我们多一点 我们就来个200 啊 开大 然后我们把一个上面的描边 这个描边啊 这个描边虚线再去多一点 啊 稍等一下我调一下他们两个搭配使用啊 ok我把这个虚线稍微改一点稍微来一点 啊 我们把这个虚线改为0 然后呢 把间隙 改成我们的 4吧 改成4 但是还是一点粗啊 改成2 2太多了 3 啊3差不多 虚线就不要了 虚线改为0就行了 啊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去操控它的一个数啊 5 5差不多反正远处看就是一个点了啊 为什么这个能明白怎么做的吗 把他的一个虚线改为0 然后把他的这个间隙去改为差不多456左右吧这个参数 然后你点一下加号他会出现这个间隙啊 他原来是没有的 只有虚线跟偏移啊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他在外面呢修剪路径呢 他是给外面这一圈呢 外面这一圈修剪路径里面这一圈呢是突然透明度突然出现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层呀 我们就把这个图层 比如说他在治理的时候我们给他突然出现 啊 突然出现 或者是你可以个透明度也可以啊 如果你的动画不想跟他一样的话 你想再自然一点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外圈的虚线这里给他加一个什么呀 修剪路径 修剪路径呢 我们去给他做一个动画 他突然出现之后 才出现了这个修剪路径的动画 0 到这里 100 他现在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 我们把它给偏移一下 啊 这样子吧 啊 这样子 啊 这样看就差不多这个位置 啊 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最后呢 在我们的圆这里去做一个 表达式啊 我们自旋转 啊 表达式自旋转 在这里面给他做个time 有点卡 time 乘一个 嗯 200吧 那转的快一点呗 啊 差不多啊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做完之后啊 刚才一听一下小同学 已经提前跟你们说了啊 当然我错误的示范先给你们看一遍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类似于我们紧身的效果 你可以发现 紧身的效果的话 呃 如果在我们的三维里面啊 他这个是中间那个东西 然后他围绕着他还在中间转 那他前后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这一块把他的后面这条线给挡住了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 刚才画的中间呢 啊 中间 中间两个把它打一个愈合成 对打一个愈合成 然后呢 这个愈合成我们需要去给他画一个门板 啊 画一个门板 啊 当然应该是画给上面的啊 同学们 画给这个圆吧 我把这个门板删掉 画给这个圆好了 画给这个圆啊 啊 他这个画的时候已经是三维了 选的第二个 你看我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三维的感觉了 嗯 我们先不要把他三维开起来吧 三开开起来折叠关掉 嗯 撤回一下稍等一下 啊 他画的这个圆已经是一个三维的感觉了 那我们怎么去给他好好的画一下呢 想一下啊 看他不要被挡住 大概在这一帧 对 门板变成反转 主要是一开始我们现在画的这个 圆呢 已经是三维了 那我们画这个门板就不是很好画了 这样子吧 OK 这样子 啊 我先错误示范给你们来一遍 啊 先来个错误示范 好 假设啊 我这个门板现在这样画好了 反转 那有同学说哎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做成这个效果 但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门板 会随着你在转的时候呀 他也在转 所以他不能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 所以有同学说的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再打一个愈合成 一样的啊 既然这里做的时候他会错误 那你就在这个外面打个愈合成 选择变成一个圆啊 圆 然后呢 在外面的时候开启三维图层 你发现和里面的这个位置角度还是不一样 这时候你需要去开启这个折叠开关 开启他 好现在这个位置一样了对不对 给他在外面去做一个什么门板啊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穿帮了 因为你门板外面你是没有可以一个旋转的真的 你可以的是里面的元素的旋转 然后给他打个反转 ok 来同学吗 这个呢明白同学 扣个1 现在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围绕着这个中线 这个光束在转了 是有个真正的这种三维的一种感觉的 来这个能明白同学扣个1啊 能明白吗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做了一个 给他做了一个C轴的旋转 如果你给他画门板 他的门板会随着这个旋转一起去运动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效果给避免呢 但是又要去做门板呢 你给他打一个愈合成 愈合成外面你是没有做任何动画的 你只是里面的一个元素在运动 所以你在外面给他画门板 你就不会出错了 当然在外面的时候 你开启三维图层 如果他的这个角度不太对 你感觉你就把这个折叠的这个标签开起来 把这个折叠的标签 OK 那这个镜头也完成了啊 那这个镜头也完成了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作业 第三个镜头 啊 这个镜头了 这个镜头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啊 那我们来做一下 把我们最后的业绩放过来 然后呢 第五条光束没有复制做复制坐标啊 小夏同学说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看到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哪个第五个坐标 一二三四五 是这个嘛 没关系 这个可能我落了 这个检查一下就行了啊 第五个坐标在这里选中它一下 我看哪个辣了啊 小夏同学是挺仔细的啊 OK 这个你们能明白怎么做就行了 我就不再重复做了好吧 啊 你看这个 啊 我给大家来动一下 啊 变小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啊 没有白了 没有白了 我把它给改好了好吧 然后再把眼睛给关掉 只剩下这几个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啊 不是延时的 我们来看夜景的 选择它 这个啊 一样的 你如果怕出错 你就给他打个右键 愈合成 然后呢 再去给他加这个跟踪器啊 跟踪我们的摄像机 好跟踪一下 稍等一下啊 还有百分之六十 OK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去 去 接下来去做一步什么操作 同学吗 做一步什么操作 利用更多点 添加灯光 获取OP光的运动路径 啊 这个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们来开始 首先 比如说这个是开始点啊 就是开始点 我们去右键 放键空白和我们的摄像机 然后再到最后一个点 然后再到最后一个点 这是结束点 比如说我们放到这里吧 这个结束点 创建空白啊 然后我们去给他取一下名字 这个是开始 这个是结束 这个是结束 好那我们开始点和结束点 真正的要利用他的是什么呀 同学们 对我们只是利用他的一个位置信息啊 所以我们先见灯光 把它变成我们的点灯 来同学们这个认真听了 这个作为有同学还是不会的啊 先见这个点灯 然后这个点灯的位置信息呢 我们要去把它给利用上下面两个位置 让它形成一条路径啊 否则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啊 我们需要自己去这样子 A key这个针 但我们不能确保他这个点的位置啊 真正的C轴和Y轴 是否在这个平面上面 就我们不能确保 我们只是看着像 但他其实可能不是啊 然后我们去开始点一下P 选择属性 选择属性 那同学们这个步骤 你们要记住了 第一次呢 是选择属性C C 然后给到这个灯光的属性 选择属性C V 啊 点一个第一个针 到结束呢 是选择这个结束的属性C C 去选择我们图层C 那他就会形成一条路径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条路径了 能明白吧 同学们 这个步骤能明白同学 Coco2 啊 不用去理解为什么 你只需要去记住就行了 以后啊 你们如果要做光线的一个运动 一定也是首为两针的 一定也是首为两针的 同学们 啊 比如说我今天不是这个素材 我是一条呃 塑胶跑道 我们正在跑步 运动员跑步的时候啊 有一条光线要跟着我们跑步的 那你跟踪摄像机一个运动之后 你跟踪摄像机之后啊 你也是在第一针去分析点 然后第二针分析点 一样的步骤啊 这个步骤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素材不一样而已 好这时候其实这个结束和开始 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删掉就可以了 他们的位置信息已经给你得到了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了 像这个作业里面 他第一个有几个元素啊 有三个元素 一呢是我们的OP光效 二呢是我们的粒子啊 三呢是我们散开的粒子 一共是这三个对不对 我们先来跟踪OP光效啊 Country OP光效 效果 OP光效 那他OP光效 其实就只有一个元嘛 去内置面板 给他清除所有 然后呢 选择这个灰光 就可以了 OK 把模式改成我们的屏幕啊 你看 或者是什么 相加 变量也可以 变量吧 相加看一下 相加会比较亮一点啊 我们改成变量 变量吧 然后呢 现在啊 怎么样把这个位置信息啊 你看这个位置信息 去跟我们灯光一起去驱动呀 同学们 是哪个参数 哪个参数 来你们说一下 哪个参数 对 来源类型啊 里面有一个叫做跟踪灯光的 你看 现在我灯光是不是跟着了呀 当然 现在这个有点太蓝了 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啊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变成屏幕吧 啊 屏幕有点 那屏幕太大了 好 我们把亮度改小一点 该成50乘以50 啊 这个颜色怎么有点怪怪的呀 呃 变量 啊 我明白了 同学们 为什么我们的颜色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我们颜色有点怪怪的呀 哎 对没错 这里有个参数叫做什么 使用灯光颜色 那我们现在灯光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看到没有 是蓝色 所以哎 他有点怪怪的感觉 变成白光啊 啊 非常好非常好 这K同学 看来掌握还是很好的啊 我们把它改为80 80 然后变成我们的还是变成我们的变量吧 变量背景有点灰了 先加 先加好像适合一点啊 屏幕 先加吧 先加改成70和70啊 所以同学们 以后你们发现啊 有些错误 你们第一时间不要觉得是什么 呃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怎么样 你们先去排查啊 像你们做作业的时候啊 都需要去排查的 比如说看一下 读写一下 你看这个元素没有错 那我们就再点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没有错 我们就再点另一个元素啊 所以任何的时候 你们出现问题了 第一时间先去自己排查一下 去读写一个一个图层去排查 就像我们电路 比如这里停电了 那到底是哪中间哪一条线路有错呢 那你就去啊 你就去做一下 一个一个排查就可以了 我给你看现在就跟上了啊 这个亮度有点太亮了 亮度改成50 那50 看来这个K同学很受欢迎啊 好那我们现在改成50之后 你会发现OP光效已经跟上了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跟的是什么呀 我们需要跟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条文的 这是什么例子啊 同学吗 什么例子 说一下这是什么例子啊 啊啊对这个呢啊是我们的P例子 P例子刚才我们做过了什么 我们做过了往上面飘的光束 那现在我们来做往前面挑的光束了 对不对效果啊加上我们的P例子 OK 然后呢将我们的一个参数先去调一下 现在它是往后的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例子去跟我们灯光一起驱动啊 同学们 你看现在我这个例子完全发射器 完全跟随着自己自己在动呢 怎么样去跟随着我们下面这个OP光效 这个是第一步同学们 来在哪里去做一下操作 同学们 怎么样让我们的发射器跟这个灯光驱动起来 这个呢明白吗 在哪里啊 忘了不好意思啊 那K同学呢K同学会吗 刚才我们的OP光效有个叫做什么呀 有个叫做发射类型 那我们在物理学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个操作 啊我们的例子也不是物理学 我们的例子也会有个操作 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发射类型有个叫做灯光呀 但是这个灯光必须叫做什么 叫做发射器啊 所以把这个灯光叫做发射器 对啊发射类型 改为发射器啊 可以看到现在你看 它跟随着它动了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感觉呀 那现在这个例子 啊是乱跑的 它不是一条线 那首先呢我们要改什么参数同学们 第一步我们要改什么参数 跟刚才我们像上面一样的 像上走的这个例子一样的 它有好几条线 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东西 速度啊那我先把速度改为0啊 速度改为0 啊然后有的通讯说对 k同学说发射器大小要改为0啊 我刚刚想问你们 假设啊这个马晓奥同学应该很明白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提过他这个问题 然后他答错之后 现在应该记得很深啊 发射器xyz你现在即使速度为0的时候啊 那也不是一个点在这边驱动粒子的 而是一个圈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发射器的xyz范围也改为0 ok你看现在已经有这种效果了 然后啊我们让这个粒子这个线条长一点 现在这个粒子啊 它可能会随时就断掉了 怎么样它长一点 一直保持这个长度 怎么做同学们 让他一直一直有这个长度是哪个参数啊 对生命期啊同学们生命期 把它的这个生命期呢开大一点 然后 然后现在这个整个参数啊感觉是有了 感觉是有了 但是 但是我们没有好几条是一坨的 他哪个参数条的 他哪个参数条的 改成条文啊对非常好 把这个粒子呢改成我们的条文啊还是一样的 啊 粒子开大一点啊 该太大了 25 25太大了15 啊 然后呢把条文里面改小一点 这样不就有了吗 18 啊这个感觉还不错 随机开一点 啊我们的这大小太大了13 那再间隔小一点10 好嘞啊 那现在这个做完之后同学吗 这个做完之后 哎整个感觉好像还不错 但是呢 但是他没有这种歪歪扭扭的感觉 他是一根很直的 这个是怎么做的呀 可能我跟你们说一个词语喝醉了 喝醉了是什么做的 是粒子类型里面吗 看一下粒子类型里面好像没有 湍流吧 所以这个湍流到底是在哪里呢 同学们 对在物理学里面啊 嗯在物理学里面 L L里面呢有个叫做湍流场 有个湍流场 然后呢我们去把它影响位置开一点 同学们影响位置开一点 啊 但是这个影响位置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同学们 那我们每次开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跟什么一起搭配使用啊 我说过的 同学们 这个每次都要跟什么一起使用的呀 啊 对了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缩放 也叫做F缩放啊 他们俩是一个意思 开小开乘4 开乘4啊 这个4也太小了 6 哎今天呢就让他扭的大一点幅度 啊 这个感觉就不错了 然后啊 我们适当的在物理学这边 稍微给他来一点C9的力量啊 往前规的这种类稍微给他来一点 啊 这个感觉很不错 OK 这个做完之后呢 啊 我们需要去做向后面挑散的这些例子 这个例子啊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复制啊 复制 他飘散和没有飘散 你看他们俩的一个缺少的一个元素是什么 同学们 你们说一下 我现在复制了一层啊 我现在复制了一层 我想让他变成飘散的 啊 即使你看我把粒子变成球形啊 变成球形 那他也是这样子的 他没有飘散 对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哎对没错是速度啊 即使我不把它变成粒子 我还是条纹 但是呢 我给他这个发射器开一点速度 开个二十左右 四十吧 四十啊 四十太大了 二十 稍微开点速度 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就可以往外散开了呀 那现在粒子数量有点多啊 改成啊 我把它改为粒子吧 粒子把它改为我们的发光球体啊 球体 然后球体的大小呢 改成二小一点 一 然后我们的数量稍微再去多一点 我们的八十七数量 我们的八十七数量 一百五 好 你看这个感觉不就来了吗 对吧 啊我们其实这个大小还可以再小一点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小改为零点六 小一点 然后数量改成大一点 来一点下下的分离对吧 好的 那我们就来一点 我们在这个物理学这里呢 给他稍微来一点下下的啊 稍微来一点 你看 这感觉就有了啊 把这个粒子变成发光的粒子吧 发光吧 那好看一点 然后啊同学嘛 他有个细节就是末尾的是越来越淡的 这个怎么做呀 我们现在整体好像还是比较的什么 你看比较一样的 我想让他越吹越淡 越吹越淡 啊什么曲线 生命期图啊 对了 那我们这个粒子去不透明度 粒子不透明度 生命期不透明度 找一下 生命期大小也可以 生命期不透明度吧 改为第二个 那我现在改为第二个 你会发现仍然没有这个效果 仍然这里不够淡 不够淡 这是为什么啊同学们 靠靠你们 刚才有个参数我开的特别大 那为什么啊 这里啊 在末尾的时候仍然 我预设已经改了啊 改为第二个了 按道理的话 他这里应该是很淡的 为什么不够淡呀 靠靠你们 非常好存活时间啊 也就是这个 这个生命期 因为他现在生命期太长了 你永远看不到 我们给他来个五秒看一下 你看五秒就会淡下来了 看到没有 那感觉三秒吧啊 非常好非常好 我以为这个你们会不知道呢 非常好 你看后面就淡下来了啊 那样的话我们这个大小可以改为一了 好然后这里都做完之后 我们去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去截取这一段 让他这里走完 同学们这里不要去拖动我们的时间轴啊 你是截取画面的 截取画面 好到这里 差不多吧 这里千万不要去拖取我们的时间轴 这里不要去拖啊 然后呢 就是同学们说的啊 一开始有这个点线面对吧 这个点线面呢 来同学们再说一下 点线面其实很简单了啊 选择他 呃假设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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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吧 啊这样子 这样子为一组 右键窗间六个空白 啊多选几组 那我就啊 我就做一组给你们看了啊 同学们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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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们去给到他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添加我们的点线面粒子 这个还是一样的啊 用什么去驱动呀 是不是用我们的什么空对象 把它取名为A A A 然后呢 现在啊 他点肯定是被驱动了 我们去把它这个颜色给取消勾选 添加线呢 还是什么 添加线还是添加我们的光束啊 同学们 好一百合进度条应该跟这个一起做 对后面可能会比较分溃啊 对添加我们的线啊 这里啊 这个我很喜欢同学说的是啊 光束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的这个线啊 它是乱连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乱连的 它并不是首尾这样相接 而是都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添加我们的线 那添加线 现在长度呢 给它改小一点厚度0. 0.6 一点颜色取消掉 哦 还是不够细 0.2 0.2差不多 0.5 然后最大距离开大一点同学们 然后这时候呀我教你们 你们这个空对象其实都是可以调位置的呀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 你们觉得这样这个形状不好看 你们就把它调远一点 这个形状不好看 你们就调Z轴啊 不要去调这个Y轴 Y轴的上下关系刚刚好 不要去调这个Y轴 只调XX或Z X或Z 好 你看这样是一组对不对 啊这样是一组 我们去把它空对象 你看 这样一组之后突然出现第二组了 第二组呢也是一样的 啊去创建我们的远处的空对象 我现在随便创建了啊 哎 啊这个点起来真的需要耐心啊 我要 啊我要崩溃了 这个每次都会点错 所以你们这个跟踪点稍微开大一点啊 开大一点 你只要空白出点限就没了 然后呢我们去把它给变成B啊 还没下课呢 这一定要小同学怎么啊 每次在提醒我下课是吗 想看猫和老鼠了是吧 啊我们还是得先做 嗯得先做作业啊 阿波一下我们的课 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变成我们的组一变成我们的组一变成类也是这样的啊 变成我们的相同组啊 下面这里就有了 好现在我们去点一下 再去给他来一个 再去给他来一个 添加 Lias Lias 这里呢是B 啊这个是B 然后呢这个给他来个组二吧 那再添加我们的这个 点啊 这个点呢 给他来一个组二 啊再添加这个Lias 这个Lias呢 这个Lias呢也是给他相同组 啊这个一组吧 改为一组组二 上面这个也把它改为一组 啊变成组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远处的这个组对连不上了 你要把最大距离啊 应该是组二是这个 不好意思啊 现在这里开大一点 要开很大了 可能 这个线太远了 一万 我不相信连不上啊 确实连不上了 连不上 我就把这个空天相给近一点吧 啊所以同学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啊 这个得去把它的什么呀 线不要连的这么远啊 啊 这个确实太远了啊 近一点 啊这几个距离都太远了 而且高度也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个三维的高度啊 所以同学们 这个选点的时候不要像我这么选 你看起来可能很近的 那可能就是很远很远的像素啊 最大距离是一万对啊 这个其实已经是很大了 同学们 你再往后面加零也应该是没有用的 你看最大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你们还是需要把这个空对向去拉近啊 而且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关系 它并不是你眼前看到的 哎我们俩之间这么近 其实他们是可能是很远很远的 所以你们选点的时候呀 稍微选的近一点 不要像我这样选的远一点啊 选近一点 然后你们把这几个空对向 放到这里来 让它错开 我们前面出现之后后面出现了 对点多了之后调最大会不好看啊 所以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来 好那这个假设我们都做完了啊 我就不再做了 假设我们都在做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要导入我们的剩下的这个了 稍等 这个是 35捷克的素材啊 好 假设是这个应该是马克吧 马克有了 应该是浪顶 好 这个浪顶导入序列 放过来之后呢 开启三维层 啊 现在你会发现 啊 这里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父子级去对上这个 然后缩小改一下 但是你发现它怎么是黑的呀 同学吧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啊 它现在这个不是黑的是透明的 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灯光特别 特别近啊 我把它离远一点 让它灯光照不到 是的 因为这个材质啊 我们这个灯光还是比较的亮呢 它可能会照到这里的内容 所以它这边是什么 那这边是灰的 不是上次我们做的全黑啊 我们这个呢 要把它的这个材质关系打开来 有些人说我没有材质关系 是为你都没有开启三维层 当然没有了 你要把三维层打开之后 材质选择接受灯光 关掉 啊 关掉 这个被摄像机给移过去了 我们提前出现吧 好 关掉之后呢 我们去再给他加一个色调 或者是填充等等 你们都可以啊 死掉 OK 关上去之后把它变成我们的 把它变成我们的白色 那就可以了 啊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作业的两个啊 综合案例 那同学们 那我又给你们做了一遍了啊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就扣一个二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 是学达芬奇了 回顾下达芬奇 快速的回顾达芬奇啊 OK 那我就关掉了啊 同学们 打开我们的达芬奇啊 我们快速的来过一下达芬奇 然后我们再来留一定时间来改作业 看作业可以的 我们先把达芬奇快速的过一下吧 同学们 稍等一下他还在打开啊 这达芬奇打开特别慢 好 那首先啊 嗯 有同学说这个阿福特扣词的怎么用啊 那待会给你们说一下吧 我这里好像还没有 没有下载 我待会给你们说一下怎么用 这个 是不是我们昨天的 我们昨天学过的达芬奇啊 首先来快速的认一下面板 上面这个面板呢 是一个 这个面板呢 是排序的 排序的 这个呢是 信息的 然后图文字 图层显示是这样子的 文字显示是这样子的 那他们俩的优缺点是什么 这个啊 你们很清楚的看到里面你昨天进行了哪些画面的一个调色 但是这个呢能够很清晰的看到里面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24帧的25帧的30帧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排序 排序啊显示 然后我们新建项目都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我们之前做的项目都在这里 他不会不会说我们桌面上会产生一个达芬奇的文件 不会的 他所有的一些信息都直接在这里了 你要打开直接双击点开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工程啊 都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新建冰点比如说达一刻 那我们就新建一刻 达一刻 新建完之后呢 同学们怎么样再去打开刚才那个画面 怎么样打开 现在我找不到刚才那个画面了 那个项目画面了再怎么打开啊 啊小房子 右边是不是有小房子呀 点一下这个小房子啊主页 你看他又有了 然后呢 现在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达一刻 嗯 嗯 那这个文件夹也有了吗 那我们去变成 啊二二二 OK 啊我刚才新建的是个项目吗 我把它给删掉啊 去新建文件夹 我是要达一刻啊 哎这个文件夹达一刻也会被重复吗 OK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吧 我还是新建这个二二啊 同学们文件夹的名字和我们的项目名字也不能一样 你看文件夹 它是多一个耳朵的 同学们 项目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区别 文件夹多一个耳朵 项目呢是只有一个方方方正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同学们到这里 到这里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现在把这节课给拖过去 拖过去拖过去 OK 像是文件夹里面显示什么 对显示三个项目 现在里面有三个项目对不对 那我现在如果想要把它给文件夹删掉 可以直接删吗 同学们 可不可以直接删 能直接删吗 不可以 那我需要怎么做呢 我需要把它文件夹删掉 我不想要这个文件夹了 但是呢 我又想保留里面这些项目 是不是我们点进去啊 框选C 再主页Cntr V 把它给粘贴出来的哦 然后呢 再把它给删掉 就可以了啊 OK 这些东西说删除就完了 OK OK啊 然后呢啊 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看看你们 我们要去让这个软软件的设置 应该在哪里设置啊 设置软件在哪里设置 同学们 设置软件 有的人说我想把这里的英文改为中文的 我想把这个设置等等的 怎么样设置啊 那甲方没有你的项目工程啊 他只有你的最后输出的视频啊 同学们 我需要在这里面啊 有的人说了文件前面的 那是这个吗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软件设置啊 记住了软件 你只要设置过一次就可以了 那你会需要更改呢 你就再重新设置啊 软件设置里面有个叫做偏好设置的 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就是倒数第二个 点击他啊 内部和GPU这个看你们自己 我建议你们选择自动就可以了啊 有独立的显卡就可以了 如果是极显的话 自带的显卡可能会有卡顿啊 然后我们继续看 媒体缓存添加 缓存我们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同学们 有个要求 必须是英文的啊 然后我们继续啊 下面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啊 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里都不用管 然后到用户这里 有个叫做UI设置 第一个简体中文啊 你可以自己去改 改改英语也好啊 改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 项目保存和加载这里都勾上 时间的话 你们自己定五分钟也好 十分钟也好啊 这个一个小时也好啊 半个小时 这个应该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吧 你看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啊 然后这个位置信息也一定要是英文 英文字母的 英文路径 英文字母 去找到一个英文的路径 然后呢 文件名字上是英文的啊 其他也都不用管了 然后设置好之后啊 同学们 一定要按这个保存 你不按就没有用 那打了个格啊 不好意思 好的好的 先下线吧 然后你们设置完之后 语言设置完之后 要重启一下同学们 重启之后才有用的 你不重启 他不会更改的 啊啊 拜拜 然后呢 这个呢是我们的项目面板 这个呢 是我们的快捷面板 剪辑面板 特效面板 像A一样的 里面可以加特效 但是特别卡 调色面板 音乐面板 音频面板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导出面板 这几个面板呢 都是我们 啊 最重要的 当然最重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一个项目面板 一个剪辑面板 和一个 什么 调色面板 这个是99% 我们要在这里学的 好 剪辑面板这里呢 呃 我们 去找到我们的路径啊 比如说 现在 等一下 我把昨天的课 把换狼竞争放到地盘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啊 把昨天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这是昨天我们的这个作业啊 素材去选中他放到这里来 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找到这个路径了 那现在这个位置是已经导入项目了吗 同学们 这个算是导入项目了吗 来 考考你们 算不算 这个算是导入我们的项目了吗 没有啊 我们需要对我们需要把它拉下来 镜头一 啊 不更改还是更改同学们 不更改是更改啊 嗯 啊 不更改对吧 不更改 不更改啊 这里都是不更改的 那我们都把它拉下来 然后如果同学们说 这个视频啊 我想把它直接保存了 右键 将文件夹 这里有个叫做 将文件夹添加到收藏 那直接就在这里就有了 就像我们的网址一样 里面直接收藏就可以了啊 取消的话 右键 将这里移除就可以了 同学们 移除 然后现在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啊 我们新建 一个媒体夹 添加媒体夹 变成了达芬奇调色第二节课 达芬奇 哎 第二节课啊 只能英文吧 然后我们把它给选中 放到这里面 啊 你们现在发现没有素材了 点一下在这里 或者是你双击点开它 就在这里面了 相当于一个我们的文件夹整理啊 然后再点一下master 又回来了 那我现在如果要把里面的素材拿出来 我需要把它给删掉 我也不能直接删啊 你需要点开它 把它们复制 Ctrl C 在外面Ctrl D复制出来 然后再把它给按Delete删掉 移除 这样才是真正的啊 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现在如果直接去调色面板 仍然是没有的 现代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是为什么啊 同学吗 我们明明已经导入项目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调色呀 还少了一个什么步骤啊 对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些素材啊 拖到我们时间轴上面啊 去剪辑面板 去把它给拖到这里的 你看时间线 它会出现一个叫做 timeline的时间线 当然你们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新建的话 Ctrl N Ctrl N 然后呢使用自定义 格式去修改你的这个序列大小呀 分辨率 这里一定是方形的啊 这里的帧数呢 改为25 改为第三个 缩放全图到适合大小 哎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timeline的 这是第二个序列了 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双击点第一个好了啊 同学们 然后到我们的调色面板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同学们 休息一下再继续看猫和老鼠 然后待会我们就开始啊 呃 讲一下调色 讲完之后 我们就改作业啊 画了那个按滚轮没有反应 等会我告诉你 怎么卡了呀 好嘞 来同学们 继续上课了啊 准备要扣个一啊 我们开始继续上课 刚才我们快速的来说了一下这个界面的认识啊 同学们 然后呢 我们要来说这个调色了 调色呢 昨天我们其实已经学了怎么去看这个试波器啊 试波器最重要 首先试波器呢 分为这四种分量图 波形图 波形图 然后直方图啊 这个换一下吧 换成这个分量图 波形图 然后我们的一个矢量图和直方图啊 现在好 那这个分量图首先来同学们 你们来回答一下 0到1023 它分别有哪几个区间啊 512 最上面代表什么 最上面代表的是什么 曝光白色啊 对 最上面的代表的是白色 那最下面代表的是什么 最下面 黑色啊 就是死黑 黑色 那这一块呢 这是中间值啊 中间值 这一块呢 中间到死黑的这一块呢 阴影部分 对 然后呢 我们上面这一块呢 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块是什么 上面是曝光吗啊 高光部分 对了 那我们一般啊 我们一般画面都会保持在哪一段中间 为什么画面的一般都保持在整个里面的哪一段啊 差不多在这一块啊 同学们这一块 一般保持在整个画面色彩都保持在这一块 你不要让它有曝光 也不要让它有这个死黑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分量图 然后呢 分量图的这个左边代表的是什么呀 这一个每一个片段的颜色左边都代表着画面的什么 同学们画面的什么 对左边啊 然后呢 那这个方向图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今天我就不带你们考这个考那个猜图了啊 昨天猜了这么久时间 好 我们来看这个波形图 波形图呢 它无非就是我们的 RGB 把三条都放在了一个里面 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它是一块R 一块G 一块B 啊 它现在是都放在了一个里面 现在你看主导颜色是红色吧 啊 红色很高 你看到没有红色这里 这一条线 红色特别高 他不 他比别的其他都高 代表着什么 同学们 代表这个画面 你看特别是这个 红色元素明显是高于他们的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着什么 设置 我们看分量图 分量图 分量图里面红色元素要比他们要都要高 看到没有 都要高一块 对 代表着这个画面 是红色为主导色啊 偏红色 然后实量图呢 你看到没有 它也是明显偏红色的 当然实量图里面要打开这个显示肤色指示啊 这个把它打开来之后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肤色 我们肤色应该是这个颜色的 但是我们一般要做的时候要比这个偏高一点 在这块区域左右 不要在这一条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直方图 直方图 红色是不是明显是多的 也就是偏红的 它只不过 刚才我们看这个分量图是0到1023 那它现在其实这个直方图是0到1023 是横着来看 那这个100啊 是100%啊 100% 那同学们 现在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同学扣个2 或者是哪一张图没有看懂的同学来给我反馈一下 我再给你们细讲一下 没有问题同学扣个2 这个昨天在我们刚刚在昨天的课啊 很详细的给你们讲过了 每一张图怎么去看呢 来同学们 那个三色图 啊 这第一个是吧 分量图 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吧 啊 三色图是指 R G B 这三张图混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画面 所以呢 你们不要觉得它是有三个东西 而且这三张图都代表的是一个东西 都代表的是这个画面 啊 不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这个 这个你可以看到啊 0到我们的 我缩小一下 给这样子吧 0到1023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分量图是不是这样子RGB分开来了呀 它分成三段来看 但是现在啊 它把它变成一段了 看到没有 蓝色 绿色 啊 画面呢 都堆积在这个区域 也就是我们分量图的画面都堆积在这个区域 说明对比度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信息 画面啊 如果它都堆积在这个暗部 你看到没有 它所有的都会堆在这个区域 其实这个啊 跟我们的分量图是一样的 它都堆积在这个区域 你看0到1023 首先这个要看明白 色彩总总的看起来画面是暗的 还是说对比度是适合的 都堆在哪个区域 第二个 它这个线 它这里有条红色的波形线 有一条绿色的啊 蓝色的波形线 有一条绿色的波形线 它无非是什么 无非是 把我们刚才这个画面呀 它现在是分开来的 对不对 把这个画面变成了一个画面 红色的线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最上面 在这块区域 左边这块区域 红色 是主导色 红色就特别高 啊 我们来看这张图就行了 看到没有 这张图 红色特别高 它明显比其他颜色要高 所以它红色是主导色 也就是在我们分量图里面 红色明显是偏高的 现在有科同学这个能看得懂了吗 它只不过不把它分开来了 那把它变成什么呀 变成一起了 三条线变成一起了 好 那我们就过了啊 这个 好 接下来呢 有些说了这个画廊是怎么做的 首先啊 我们要在第一个镜头上面 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调色 现在啊 你看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这里面 只要是彩色的图标 都代表的是我们调过色的 像这一块都是没有调过色的啊 首先第一步要知道这个 然后怎么样把没有调过色的去 运用到这里调过色的呢 鼠标点一下左键去选中没有调过色的这个画面 然后呢 鼠标放到这个画面上面 按一下你的鼠标滚轮 点一下 就是把我们这个色彩给布置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能够明白吗 来明白的同学扣一个二 能够明白我刚才的步骤吗 鼠标选择没有调过色的 然后放到这个调过色这里啊 点一下你的鼠标滚轮啊 鼠标滚轮也就是鼠标中间 点一下 你看 就是把之前的这个效果都给他复制过来了 这个其实跟电脑啊 行不行没有关系 他只要你的效果复制就可以了 你再去试一下啊 好嘞 然后呢上面就是一些预设浪测测测测测啊 这个我之前也给你们讲过了 然后呢这个是媒体池 别的 别的办法可以吗 这个是最快的办法 别的办法的话 啊 别的办法 其实啊我给你们说一下吧啊 画廊 因为这个办法可能对于有些版本可以适用 有些版本不能适用 就是啊 别的办法 像我刚才给你们说的这个办法是最快的 啊 比如说右键 右键 创建我们的一个单针啊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我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的话我就在啊 周一的课上给你们说吧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啊 创建单针 啊 这里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创建单针呢 好像没有在这里 稍微等一下啊 这里好像确实 将调色片段 标记 也不是 嗯 我等到周一跟你们说吧 因为他应该是有一个 创建单针呢 在这里找不到 有些版本是没有的啊 我周一跟你们说好不好啊 对周一跟你们说 这里应该是有个创建单针 把这个单针呢 就是把这一针的调色啊 稍等一下 我可能调完色就有了 调完色调完色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也还没有 把这个调完颜色的 这个片段把它给复制到这里 然后呢再复制给他 其实跟我们刚才这个不足一模一样啊 还是我们这个比较快 我觉得 周一跟你们说吧 好 然后这几个镜头啊 那我们就要开始什么 开始来操作了 怎么样把它去进行调色啊 这个片段 首先 啊 我们一个个来吧 我们既然是这个片段先的 这个片段 首先我们来看分量图啊 它整体是怎么样的呀 它整体是怎么样的 对比度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对比度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对比度有没有问题呢 对比度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你看 没有特别曝光的 也没有特别死黑的 我们可以试到吗 量不稍微压一点点 然后啊 然后 现在 我们来看整个画面 左半部分 偏什么颜色 偏什么颜色 或者说我们整个画面啊 你要看整个画面有个偏色的 去直方图 现在明显是偏什么颜色啊 为什么 整个画面明显是偏什么颜色 偏绿色吗 你看一下 直方图里面最右边这一块是什么颜色 多出了这一块 是偏红色啊 整个画面是偏很严重的红色 那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呢 首先啊 把红色给拉回来 啊 在我们的这个 稍等一下 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画面中呢 我们去互补 红色的互补色是什么呀 同学们啊 这个镜头你就知道了 红色的互补色 互补色是什么 青色啊 对有点靠青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红色的互补色 应该是在蓝色这一块 稍微调回来一点点蓝 让蓝多一点 你加太多 你看就变冷色掉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适当的拉回来一点点 它呢 整个画面 调色之前的调色之后的 就会拉回来变白一点 不会刚才那么偏色严重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视频原来这里就是偏蓝的 你现在调回来之后啊 它的暗部就特别蓝了 所以我们需要单独把暗部调回来 校色调 暗部把蓝色给稍微压下去一点点 稍微压下来一点点 把蓝色压回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调色 基本的 首先第一步 对比度检查一下 第二步 检查一下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些细节部分 有没有偏色啊 有没有等等的这些效果 那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校色条 暗部这里把红色再稍微抬高一点点啊 把它稍微抬一点点 OK 那这个视频是不是就调好了呀 然后你饱和度可以适当的来一点啊 让这个天空 啊现在就可以了 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呢 是这个 这个你们单看我们的这个分量图啊 有没有感觉到它应该是偏色的 在中间这一部分啊 中间直 啊 中间直 偏什么颜色 什么 有一点偏绿 你看到没有 像这一块啊 明显是绿色高一点的 绿色高一点的 像这个蓝色为什么高呢 是因为天空是蓝的呀 同学们 天空是蓝的 所以我们只看中间这一部分 应该是这一块 这一块啊 好 那我们来调一下 现在 把中间这一部分的绿色 稍微压一点点 那么我们需要去这个 这个一级校色调的中辉部分 把绿色稍微压下去一点点 那么它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单独的调色 把这个绿色稍微往下压一点点 然后整体饱和度 你可以稍微开一点 哎就OK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片段 看到这里吧 来你们看这个对比度有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 这个对比度有没有问题啊 来你们说一下 这个对比度有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 什么问题啊 他都堆积在了哪一个画面 哪一个片段里面 暗部信息是吧 是 他都堆积在了我们的这一部分 上面甚至一点都没有高光部分了 所以这个怎么去做呢 整体啊 首先 去我们的 一级 教色轮这里 把它偏移往上偏 整体往上偏 偏上去 让他高光部分也有 然后呢 现在暗部印一部分有点低了 把暗部往下压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中辉部分 你可以往上抬 或者往下压 看你整个画面的要的感觉 那这个对比度啊 就让整个画面都保持在这一块 任何都是这样的 除非你在室内啊 然后呢 这个做完之后啊 我们整个画面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来看这个吧 我这个屏幕太大了 我们看直方图 直方图啊 仔细看 他这边有微微隆起 这里都平了 这里都平了 说明什么呀 同学们 他是有点偏什么颜色 对 有一点偏蓝啊 直方图你可以看出来 他有点微微隆起 你看这里都到底了 都到底了 但他这里还有点微微隆起 所以他是有点偏蓝的 偏蓝的话 我们需要整体啊 把量部信息 你可以在这里调 蓝色呢 适当的回隆一点 或者是什么一级校色条里面 把这个稍微压一点点 哎那就可以了 这个画面调色之前的调色之后的 那对比度再拉一点点 ok这样差不多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片段 这个第四个 第四个 你们来看一下 对比度有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 你们说一下 只有一定要像同学说吗 有其他同学知道吗 什么问题 他刚才啊 我们上面那个镜头是都堆积在这里 那这个镜头都堆积在上面 我们是不是整体偏移把它往下偏 偏到中间部分 然后亮部往上 暗部往下 哎 然后呢 再对比度拉一下 你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终于部分往上抬一点 整个画面 让它保持在这里 这能明白吧 同学们 这个能明白吗 你们第一步啊 我们简单的调色 我们现在只是学到了调色的第二节课 所有的调色 第一个绝对都是画面的对比度 让它不要有曝光 不要有死黑 只让它中间部分 第二个再去看有没有偏色严重 现在来看这个直方图 它偏色严重吗 那稍微有一点偏红色啊 稍微有点偏红色 但是一般我们这个画面啊 同学们 像这种科技性的 要让它有点偏蓝才对 那我们稍微加点蓝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 这个直方图你们可以看到 它偏红严重 偏红严重呢 我们就给它来点互补色 往蓝色方向靠一点 对 减一点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减红色 第二种呢 是互补色这边靠 给它添互补色 都可以去平衡这个颜色 当然我们偏这个互补色 我觉得更好一点啊 然后来我们看第三个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呢 要用到我们的一个白平衡工具啊 这个工具 白平衡工具 这个去吸下我们的墙壁 它就可以回了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你们只需要去知道就可以 当你发现这个颜色呀 颜色严重 就是明显不是应该要有的白墙的颜色 说明整个环境是偏冷的 那你就用白平衡去吸下这个白墙就可以了 它就会给你恢复过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达芬奇的快速过一下 快速过了一下 然后再来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工具啊 工具区这边呢 叫做场景剪切探测器 来同学们 场景剪切探测器 它是需要去点哪一个的呀 同学们 是在这里点呢 还是在上面点 一点还是二点 是二吗 同学们 是在一里面还是在二里面啊 同学们 是一啊 选择一 工作区 场景剪切探测器 然后点一下自动探测 OK 点完这个之后啊 同学们 到第一针啊 到第一针 现在这边会有一些针嘛 场景一场景二 看一下 是不是一二二 因为它画面是这样的 以这个方向为分割线 不是一二一 是一二二啊 工具同学 这个是分割线 这个是上一个片段 这一块是下一个片段 你要让这个片段 与他们都不同 你才算是什么 上下的一个镜头啊 比如说 你看 这是上一个镜头的 这个是下一个镜头的 一二二 这是上一个镜头的 这个是下一个镜头的 一二二 现在这个是上一个镜头的 这个是下一个镜头的 那有些人说 我想让他把关灯的变成一个镜头 把开灯的变成一个镜头 那你就保留 那有些人说我关灯和开灯 明明是一个完整的镜头呀 那我就把这个删除 就OK 一二二啊 再去检查 你看这个镜头和后面的一样的啊 好 我们看这个啊 不一样 不一样 都是可以的 这些镜头都没问题啊 这也没有问题啊 你看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二二 然后这个镜头你可以说啊 我前面这个小女孩是一个 其实都是以一个耳机的产品 但无非就是一个中景和一个特写的区分 我想把它给切开来也没问题 我想把它给保留 那你就把它给删除吗 都是一个镜头啊 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你看这几个明显是两个镜头的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给那个 你看这几个镜头 你们可以选择删 删除我觉得删除更好一点啊 啊 这几个镜头也是一样的 看你们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我甚至觉得这些镜头都可以是一个完整的镜头啊 最后呢 将剪切的片段添加到媒体池 然后关掉 你看他就有了呀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了 啊 然后就把它导入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把它拖进新的一个时间线啊 同学们 你看这里没有是吧 去选择他按住shift的键 从第一针啊 从第一针按住shift的键 选择第二 最后一针 放到这里来 OK 那同学们 那我们达芬奇快速的过了一下 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问题的同学 扣一个3 然后我们开始改作业了 我看了多少同学凯三啊 刚才那是近景还是中景有点门 这个看你吧 近景和中景其实差不多啊 肩膀以上是中景 肩膀 肩膀以上是肩膀那一块到胸脯那一块都出现的话 应该是一个近景 中景的话还要再远一点 刚才那个应该是近景啊 导出的问题再说一下 OK 好 现在这个视频啊 我太长了 我把它删掉了 稍等一下 我去剪辑面板删吧 哎 我都删掉 比如说我这个序列只保留两个片段啊 两个片段 只保留这两个片段 好 这两个片段我要导出 对不对 首先 浏览 放到 比如说放到我们的桌面吧 桌面 然后呢 名字取名为 片段 然后 单个片段 就是一整个完整的 对不对 选择我们的MP4 啊 其他都不用变 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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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渲染完了 我来给你们找一下这个视频啊 在这里片段 点开它 哎 你看一个完整的片段对不对 这个就是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如果去这里选择多个单个片段 多个单个片段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其他也都不变 渲染一下 开始渲染 好 你们会发现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一个片段是一个 一个片段是一个 那明白吗 同学吗 现在都明白了吧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导出啊 以后我们会要去导出什么呀 导出到我们的这个PR的 导出到我们这里的叫做PR的XML格式啊 现在不先不交 好嘞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改作业吧 来同学们 现在登记一下啊 改作业登记一下 有多少同学要改作业的扣一个6 导出MP4格式可以 可以缴作业了啊 可以缴作业了 来要改作业同学扣个6 我们现在来开始改作业了 没做的可以改吗 可以啊 你扣6我看一下多少 看做了多少的 我不知道这个作业有没有更新啊 最好是更新了 没有更新的话 没办法没有更新 我们就改之前的作业好吧 我们就来批评一下 我这个读者 批评一下我们之前的作业啊 我们来改一下作业 马晓奥同学要改吗 等一下我看扣6的同学有多少个 V1988 988 哎 让这个再来 可爱的速速 啊 先保存一下 然后不小心关掉了 我们能改到谁就改到谁啊 同学吗 没做的同学抓紧把作业补起来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显示这个作业 不能显示我们就看之前呢 好 那我们先改这几部分同学吧 那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下网站网站 然后有同学说这个啊 的扣子怎么用啊 我给你们的福利包插件 我等到明天吧 明天跟你们讲 周一跟你们讲 或者是我待会有时间 我就下载一下 因为我这里还没下载啊 我们先来看一定要校同学的 我不知道别作业啊 希望有 OKOK 作业都有了 呃我们是哪里开始改的呀 这里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你这个音乐怎么像把我给送走了一样 怎么 周一心一定要校同学啊 首先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下面这个形态 我怎么觉得有点硬啊 这个边有点硬 你让他 你让他稍微F缩放再调整一下 现在感觉是导出的原因吗 怎么边边角角有点硬啊 啊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上面看一下细节部分啊 都做了 该做的也都做了 非常好啊 这个作业 没什么大问题 除了这个真的 这个音乐啊 可以换的换快一点 好吧 感觉像把我要送走了 怎么还有倒放啊 倒放吗 这是啊 很好很好 还是挺有创意的啊 看这个作业 你看你上一个视频配这个音乐不多好吗 啊 哎我还听到了音效啊 我听到了配音的音效 非常好 这个门板可以 这个门板可以稍微再细节一点点 稍微再细节一点点 现在做的不够细啊 没什么大问题 很好 啊 热血沸腾了 我现在听到这首歌 这个有点小奇怪啊 啊 你可以把这个再大一点同学 这呃 一定还有同学稍微再大一点啊 现在已经太小了 是添加了自己的一些创意啊 可以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感觉这位一定要小同学是 掌握了基础 并且有创意啊 很好很好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位同学的 蜗牛同学 非常不错呀 同学们 哎 等一下 看一下他的作业应该在这里一块 嗯 嗯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生命期 第一个问题是生命期开大一点 现在太小了 第二个是生命期不透明度可以开一点 啊 继续努力啊 这个我就不给你点这个爱心了啊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没有去解决啊 把它给它改一下 生命期开大 第二个生命期不透明度给它开起来 好我们来看这个 嗯 这个还不错 粒子大小再开小一点 然后呢 往左边这个粒稍微再小一点 你现在这个聚分是这样吹的 我们要这样子吹 啊 稍微改一下 不能摆烂啊 所以还得做 哎 给我吓了一跳这个音乐 你们怎么尽挑这些惊悚的音乐 把这个粒子的数量稍微开小一点 现在太大了 然后F缩放再稍微开大一丢丢啊 然后后面这个粒子太大了 稍微开小一点啊 其他都 其实做知识点都做到了 就是有一点不够注意细节啊 OK 这是蜗牛同学的 我们来看供应同学的 哇 我们到这看吧 我供应同学都跟上了 哇 这个还有这个效果 同学们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当然啊 颜色修改一下 颜色有点丑了啊 这个颜色改一下 好 后面的不透明度稍微降一点点 然后这个线条啊 还可以有点太多了啊 我说多一点同学们真的太多了 啊 这个做的跟原片一样很好很好啊 OKOK 这位同学做的挺好的 嗯 这个也都跟上了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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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 门板也没有穿帮 很好很好 啊 这个供应同学就做的很标准啊 他的作业都做的非常的 就是符合 不意的标准性 比如说打100分 一般都在90以上啊 一般都像是 就是我以前读书的好学生啊 啊 当然这个有点问题了 这个颜色太粗了吧 啊 这个颜色改一下 颜色呢 把它改一下 然后缩放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OP光效改一下 不好看啊 太粗了 太亮了 然后上面的这个粒子大小改小一点 现在太大了 这个粒子也是改小一点的啊 这个问题啊 知识点都做了 但是呢 整体不协调 爱心就不给你了啊 再调一下 例子再小一点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就粒子再小一点 好的 那我们下一位同学 基本原理同学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就是刚才我说的平面没有选对啊 跳起来的 你是下面几个点选和上面几个点 他这个平面是这样往上翘的 那不是一个海平面 把这个跟踪点再选对一下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镜头怎么有点暗啊 然后呢 这个三维没有开吧 是不是三维没有开 或者是你的这个 啊 你应该是愈合成外面的三维没有开 愈合成外面的三维和折叠开关去开一下 今天我提醒过了啊 折叠没开 还是三维没开 啊 最后一个的话太多了吧 这个线啊 调整一下 咱们做呢 还是啊 稍微做的好看一点啊 这个线太多了 我现在进了这个盘丝洞 盘丝洞 都是蜘蛛网是吧 啊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不过知识点呢 都做到了啊 还是不错的 啊 这个没有跟齐啊 同学 这个刚才第一个镜头没有跟好 嗯 这镜头还可以 第一个镜头跟歪了 第一个镜头再去调整一下 你的这个跟踪点有别选对啊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第三位 我是刘黎欧同学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看吧 没有问题 哎 这个怎么后面消失了呀 哎 怎么后面消失了呀 这个让他保持啊 你的这个路径修剪应该做做错了 这个动画 让他保持一直在 然后透明度最后消失啊 不要让他后面突然消失 哇 这个 你是二倍速了吗 打点了 啊 这个是卡了个点吗 怎么突然这么快 动画还没走完呢 怎么突然消失了啊 啊 这个门板没有K好 细节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啊 啊 这个作业给你半颗心啊 我还是比较严格的 我觉得知识点都会了 但是细节部分 我们是有待提高 就有可以去提高的 那我们完全有能力啊 去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首先下面的例子呢 我们F缩放可以再调整一下 让他再大一点 就是F缩放再小一点 然后上面的这个例子啊 同学们 你们来说一下他有什么问题 现在你应该是在一级上面 加了一个湍流啊 他为什么会有一种歪歪扭扭的感觉 像喝醉酒了一样的感觉 然后例子的整个大小 再去调小一点啊 我发现这位琉璃同学呢 知识点都是会了 但是做的都是有一点的粗糙 可以再稍微细节一点点啊 这个我就给你打爱心了 但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高 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这几个作业还有待提高啊 把它做的好看一点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非常好啊 这个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位同学 我很喜欢同学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个很标准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像上面这个力有点太大了 直接音速把它开小一点 啊 这个差不多还行 后面这里的这个 呃 影响位置给它开大一点 你让它扭起来啊 你现在开的好小啊 我再看一下 现在开的有点小啊 太保守了 你让它扭起来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吧 上面的镜头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没有问题 OK的 上面这个 把发射器的位置 在上面往上调一下 然后把Z轴啊 往后退 现在你这里有点穿帮了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线条再细一点点 再细一点点 OK 那我们就不看了啊 我们就把男的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看下面 下面这一位同学了 那同学们的作业 还是教的很结实嘛 你看这个就会动 跟踪点没选好 第一个问题跟踪点 第二个问题 而且锚点没有集中 你可以Country Alt加Home键 这个快捷键 把锚点集中一下 同学 再进行这个 导整啊 有点小洞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这几个 后面几个镜头 都做得像原片一样 差不多 我们看两个吧 看男的 下面这个F缩放稍微开大一丢丢 稍微开大一丢 现在太那个了 小了 OP光效太粗了 把它稍微调小一点 然后上面的粒子啊 差不多 粒子差不多 可以数量让它再稍微多一点点啊 这个差不多 好 我们来看有可同学的 有可同学的图标这么可爱吗 我来看这个 下面这个粒子数量再给它开大一点 然后上面的这个粒子也可以再给它多一点 然后生命机不透明度开了吗 然后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整个颜色 你的背景颜色加的太浓了啊 透明度淡一点 还挺可爱的这些 再去调整一下 然后这几个字应该加了一个表达是吧 还挺好的啊 OK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吧 好吧 这个作业给你看一下 有个同学挺可爱的 OK 这个不错 没什么大问题 倒影啊散开的效果呀 然后上面这个可以稍微再给它来一点门板语化啊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来我们来看素素同学的 可爱的素素老师 看这个 这个啊有点问题 摄像机的角度可能不太对 这个要重新做一下啊 素同学 下面的形态我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要再往后推一点 这个角度在太靠前了 然后上面这个让它影响位置 不要加在我们的一级粒子 去啊 调整一下 现在你稍微点歪歪扭扭 这个歪扭扭 可能是什么速度 也可能是影响位置你开了啊 然后粒子大小再开小一点 这个要改的地方还有一点 稍微再去把它改一下吧 那我就不给它点赞了 我们看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不得很标准 OK 那我们来看设计同学的 OK这个做的很好啊 这个包的很好 这几个字 原处也有了 OK这几个都不错 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圆放在下面呢 放上来啊 放上来啊 下面都跟它重叠了 看不清了 啊这个做的非常好 这几个就做的非常好 这是原片吗 还是自己做的 这个做的非常好啊 OK的 这位这个做的真的很好 这个我们不看 我们看男的 看这个 啊这个我说过 不要让它一开始出现 时间线把它往前移一点啊 然后这个发射器的位置往后退 你退到这个边界这里 你现在在太前面了啊 然后整体的这个动画啊 生命期不够长啊 所以的尾巴太小了 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还需要修改一下啊 好 男理同学的 我们快速的再改其他下面几位同学啊 改完我们就下课 看这个 我们只看男的啊 生命期 把它啊不是生命期 时间轴再把它往前移一点点 这位男理同学 不要让他一开始出现啊 那一开始就有例子吧 啊 不会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还可以 啊这个做的挺好看的 这个整体非常协调啊 啊 这个很不错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错误 除了这边有点穿帮 你把发射器的位置再往上移一点点 移到这个中间这一块 移到这一块 OK 我们这个就其他不看了啊 其他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就看男的 看小小西同学 看这个 啊这个做的挺好的 除了颜色有点不太对啊 把后面的颜色改的浓一点 这个太亮了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都做的很好 这个小小西同学这个做的挺好的 啊 看下孤狼同学 孤狼 这个线条 把后面的这个颜色去改一下啊 都变成白色 还挺有创意啊这个 还挺有创意的 还会动 你看到没有 啊可以的 孤狼同学还挺内卷的啊 我感觉他很少来上直播课 后面是有粒子吗 一闪一闪的 啊这个感觉还不错的 OK的 好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吧 这个颜色啊我就一言难尽同学们 啊 效果都是没问题了啊 效果都是没问题 把这个时间 二级粒子的生命期稍微开短一点 现在线太长了 但你这个颜色 嗯有点奇怪 同学们 把颜色改一下啊 其他其实知识点都对了 看一下 孤狼同学和马晓儿同学啊 最后两位同学的 对这个颜色有点奇怪 看一下 这个做的挺好的呀 啊挺好的 这个把它给放到中间来吧 现在放到左边有点奇怪 这挺好的呀 啊当然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乱动 你的轴心不在中间 你的这个轴心不在中间啊 他在转这个左边转一下右边转一下啊 去检查一下你的合合成的轴心 在不在中间 啊做个镜头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没问题啊 挺好的 孤独同学 孤独的麻辣兔头 除了这个颜色为什么用绿色啊 这个绿色就有点 奇怪怪啊 其他都不错 没什么大的问题 效果都做的挺好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马晓二班长的啊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作业吧 啊这个也做挺好的 把他的F缩放再稍微调整一下 我仔细来看一下 啊挺好的挺好的 啊同学们对自己自信一点 作业我觉得都做的挺好的呀 啊 啊那我们今天的课啊 就上到这里了同学们 我们听下歌啊 听下歌我们就下课 听下歌听什么歌呢 我觉得做的真的挺好的 对自己自信一点啊 好嘞那我们就下课啦 终于见拜拜拜拜 给你点赞了吧 刚才我记得点了啊 马晓二同学 没点吗 番茄兔头好吃吗 没点吗 我们再看一下 点了啊 点了呀点了呀 点了啊 OK 好拜拜 同学们我们周一再见